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又没有话题了 需要久吗 上次你不是说你没有话题吗 但你其实聊蛮多的三分之二有 我就聊跟自己没有经历的 他可以开始幻想他离婚的时候 可以可以你现在先准备一下 离婚前后的心理事件跟情绪 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分别 大概是一个是有小孩的状态 一个是有小孩的状态 一个是没有小孩的状态下离婚 那你的话属于说你们共同的小孩 但他没有跟别人有过小孩 他很复杂的女同志关系啊 Yeah 我刚才有Ref 而且Ref蛮新的 对 他离婚是有两个小朋友 我们是没有 我们是没有小孩的 所以不太一样 我的话就是简单就是 只要沟通好 然后换身份证这样就可以了 最好没心痛 你们是 一定要 怎么会讨论到离婚 就是后来发现两个人 对未来的追求感不一样嘛 他可能会比较着重在家庭 因为毕竟他有小朋友嘛 那我还是想要在我的工作上 然后跟朋友玩乐 因为那时候我才29岁 我离婚的时候才29 你是哪个moment觉得说 我该离了 我们两个吵架 吵得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的时候 然后 当他 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后面后续一直在吵架 然后有一次 我在跟他吵架的时候 他就 就是很 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吵到有点 两个人 对二眼想想 然后当他那时候非常 爆炸 脸非常 怎么讲 真灵吗 然后很 对我非常二眼相像的时候 我那一刻我突然内心 本来是生气的 我就瞬间看着他很平静 觉得 嗯 我觉得 大家不要讲很累 然后那一刻我就很淡定 我就跟他说 嗯好 然后隔天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 就这样吧 我们就赶快 我们就赶快 处理一下 然后他就出门了 然后我就开始整理行李 这样 所以对你来讲是相爱的人 然后到关西了 然后但是到 在争执的时候 出现到那个面向的时候 是让你瞬间 又回到冷静 就瞬间就很冷 就是瞬间 本来在吵架很生气 然后突然看着他我就觉得 我们到底在干嘛 那那时候你们维持这样子的吵架 停满 一周几次 维持了多久 我们维持了应该有两三个月 就是吵了 两三个月 吵得很恶意 你就结婚回去开始吵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结婚有八个月吧 有八个月 然后后面就四五个月开始吵 然后大概一周吵几次 我记得咧 谁会记得啊 谁会记得啊 一周吵几次 谁会记得啊 不是因为我真的 我真的高达 我真的高达一周吵六次啊 就是一直吵 然后我觉得 已经是无意义的在吵 哈哈哈哈 对 就觉得今天醒来就觉得 要不要来PK啊 是同一个问题 还是是各种不同的问题 对啊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其实就是同 对我来说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有问题嘛 对 就是解不开啊 没办法解决 对啊 我虽然说 我觉得我今天问你这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没礼貌 但我想问一下 请问你找假之后你会哭吗 还是你会用Excel表 你觉得他是个无情的人吗 你会哭吗 那你怎么代谢那个情绪 我是不会跟人家讲的人耶 我曾经对你有个怕的印象 我知道 其实你内心 其实是有非常感性的那一块 只是你不想要 请你的内心出来 因为我 我没办法 对啊 我不太会跟人家讲 所以我是到很后面 就是很糟糕的时候 我才会求助朋友的帮忙 不然我是觉得我可以自己解决的 你 对我就是说 你解决的方式是打Excel表 还是 你会哭 我会哭吗 马上开三个公司 对 我会摔东西 我们家当时 你摔东西 我们家当时电视被我砸了三次 噢 你会摔什么 那种易碎物 我会拿一包卫生纸 我会砸 我会砸电视 因为我没有 电视吗 就是你会失去你自我 不管这个东西多贵 我就这样砸下去这样 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抒发 然后我还没有学习到这件 那件抒发这个情绪 那你没有去 那你没有去打拳击 运动的抒发跟心灵上的抒发是不一样的 对 可是当时年纪太小 对方也没有这个认知 所以我是没有办法解决 心理上面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会用 可能就是用物理性的方式来解决 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烦喔 打电视打破它 还是从楼上把电脑 自己正在做Excel的电脑 从楼上摔下去 为什么你要执着在Excel 我最近有遇到很多 很多女同志问我一个非常蠢的问题 就是 你们结婚离婚的时候 身份证有换吗 我们当然会换喔 难道我们跟异性恋不一样吗 这什么问题啊 你们做功课好不好 所以你到底是会摔打破电视还是 你觉得目前最激烈的是打破电视 打破电视 我就拿椅子 拿电视 哇 我就拿几寸电视 几寸电视 四十几寸 四五十寸吧 这也不止吧 六七十了吧 早知道那时候都换头萤幕了 至少是软的 那你会拿刀去刮 去撕它 不会啦 脱它 你不可以讲武器 暴力 我们不可以用暴力 不过你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你一直说年纪小嘛 你会不会觉得 是应该需要年纪大一点才适合结婚 我觉得年纪跟心智成熟度没有关系 我也觉得没有关系 对啊 我觉得那是人生经验 虽然你现在是关过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九十 你现在八岁变九岁了 我觉得那是人生经验的问题 但我 我觉得 我一直都觉得在 年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年纪轻的时候 遇到很多挫折是好事 你会比较容易知道 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对 所以我昨天晚上夜奔 二十二年的内奔 我觉得 爽快 当你二十九岁你要离婚的时候 你会觉得 人生还有很多希望 但如果你五十岁 所以你可能会 当你年纪越大 你可能会越 因为你的年纪 所以更不想去做这件事 可是我最近 我最近遇到的长辈就是 呃 就是七十几岁的 然后他就是知道说 先生是在 跟他差不多 他们二十几年前结婚的时候 他外面就有了 他一人 然后他先生也是 就说 对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后来老婆 因为他他也是一直有在保养啊 那种体力活力维持很好的 然后决定 对今天我们七十几岁了 我就是要离婚 然后他还办了一个单身拍对 然后还有做海报 做那种那种 女超人那种海报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励志 你呢 我觉得我的状况 蛮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 这个 当我们是有小孩 然后要 折论感 讨论离婚的时候 这个感觉蛮不一样 因为这不是只是 我跟对方 对 就是你要考虑的是小孩 所以 的确会 那个 心理状态会蛮不一样 可是我 我认同你 讲的就是那个 会有一刹那 你会发现说 你一直争吵 争吵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 你那个激烈程度 激烈程度 然后你会觉得那个 爱 爱好像不在 而且 回不来了 因为有时候你 两个人曾经很相爱 然后你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你过不去的时候 然后大家争吵 然后那个 你讲的那个神情啊 嗯 就是他看你的那个脸神 你知道他已经 没有那种 那个爱已经回不来 对 你知道是回不来 如果你觉得还回得来 那可能你会觉得 我们试着修复 可是你 当他对你的口气 或者对你的眼神 你会觉得说 这个 之前的爱已经 不见了 而且你不觉得回得来的时候 当下可能就是一个 而且 可以离了 因为你也爱他 所以你会觉得 我们就放过这件事情 对 就会觉得 不要这样 对 因为感情还是双方的 对 不过 我必须说 离婚的时候 其实是蛮痛苦的 因为那时候你 你会对于自己 说原本 跟一个人 跟一个人 要一辈子 一辈子的那个 下去的感觉 然后 现在没有了 你会觉得 那你自己 之前的那个爱 到底是什么 然后 呃 我们之间的那个感情 那个一辈子的 到底是什么 难道一辈子的爱 不存在吗 那我 以后还会不会找到 嗯 到底一辈子的爱 存不存在 所以你对爱 对爱这件事情 你又要在 又开始内心中 要再重新定义翻 很多次 然后你对于婚姻说 那婚姻到底在做什么 如果爱 没有办法 永续 你曾经以为的爱 没有办法永续的话 那 那之后的爱是什么 就是你很多 Question mark 是有个memory 这种东西会跑出来 那我想问一下 听起来要人生跑马灯 怎么会这样 有一点有点 就像比如说你说 我们就觉得 不是有个名言 就在讲说什么 爱一个人是 他全部的面向都能接受 可是你们刚才在讲这个的时候 就觉得 难道我要接受 才叫爱他吗 或者是说 爱若到达那样呈现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爱了 那 我意思是说 当你决定要 跳到主题 当你决定要离婚的时候 你觉得 你最后说出口 跟愿意同意的原因是为什么 真的就是 也是争执时候那个脸吗 我觉得是爱 那时候 离婚的时候还是爱 会觉得 就放下彼此吧 因为如果 一个人 就是或者任何一方 觉得不爱了 或者不想要在这个婚姻里面 那我会觉得 放下彼此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那时候最后的爱 就会觉得说 好 我们我们两个在一起 到底是为了要开心 还是我们如果我们在一起的 那个痛苦的成分 反而是比较多的 嗯 那那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那你的马灯会更长吗 我的马灯很长啊 因为 你超长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一起已经十年 然后 你的历史 对你的你的你的时间点 你的时间是 对那跑马灯要跑十年 你知道吗 哒哒哒哒哒哒 然后又有小孩 然后小孩还小 你就会觉得 那你又很愧疚 我就说我自己长大是 不是一个离婚的家庭的长大 我那我现在小孩才小 他们要一个 以一个离婚的家庭长大 我没有这个经验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去度过 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一段 所以我又会觉得很愧疚 就会觉得说我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我要带你们到一个 我自己没有经验的 但你觉得说很多 我们不管同事说 同性业或异性业 很多都说 哦为了 为了孩子不离婚 但小 但小孩子就是一切目睹 夫妻不合啊 妻妻不合 从小到大 甚至家暴等等 各种离谱的事件 想到之后他其实心里也受影响 所以你会建议说 是要趁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离婚 还是要过了一个年纪 就要等到他们过了18岁的离 还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当下怎么样就赶快决定 就是如果你要替孩子着想的话 但你们感情又真的无法修补的话 就这个离婚这件事情就不要拖 我们下一题就是 很多半离婚因为小朋友还小 然后不离婚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说你自己在这个婚姻 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自己在这个婚姻中 你到底是 是为了什么在一起 那如果彼此已经没有那个爱了 好那你其实是应该分开 那可是对于小孩来说 当然大家希望是在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里面长大嘛 可是 我觉得我想要教小孩的是说 你我希望我小孩以后 遇到婚姻不幸福 他们也可以分开 而不是去隐忍的在一起 那我觉得对离婚的 经历离婚的小孩 他们最重要的重点是 他们要感觉到 他们的爱不会因此而减少 就是双方父母 或者母母或者夫妇之类的 不会减少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应该这个比较重要 对而不是硬钉在一起 然后大家都不开心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想要 教我们小孩该有的生活 你觉得离婚这件事 会让你觉得失去价值吗 我觉得曾经有一度 我蛮质疑的 就会觉得说 婚姻也没有办法成功 对就是婚姻也是失败 然后这样子我这样为人妈 是不是也失败 那我爱情好像也看不到以后未来 到底是什么 所以会有一度是非常 低潮的 对我觉得我人生中最低潮大概就是 离婚的那个时候 然后我会对于自己到底 那个失去方向感的感觉 我觉得离婚会让我觉得很像一个 我觉得婚姻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像责任感 就很像你创业 你不能因为他怎么样 然后就觉得说我不要做 对 因为我知道啦 因为分手对你来讲这件事情是家常便饭 又要逼你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因为分手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已经是就比较轻舟小菜 分手是轻舟小菜 婚姻很像做生意 你不能说今天生意不好 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要把店收了 婚姻很像会很像一个责任感 你就算拎不下去 你还是觉得说你要努力努力努力 那我真的觉得你 你应该不太会再婚了吧 你还愿意结婚吗 你现在对于婚姻的感觉是什么 我仍要相信爱情啊 对 你相信爱情 但你会想要再结婚吗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可是其实我觉得不能用目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不能用目的来形容婚姻这个东西 有点太 感觉对了也不一定要结婚啊 完了又到这个recycle了 又到这个recycle 感觉是感觉对了也平常在一起 现在是感觉对了也不一定要结婚 不一定要结婚 不过我离婚后 我有一阵子就觉得 我也不想要交往 我离婚后交往过了 是不是我都会跟她讲说 我绝对不会再结婚 对 我也是 就是我有一阵子我说 我绝对不会再结婚 你先把这个 这个幻想先拿掉 但如果真的有超过几年 对方想要 我ok 我可以成 我可以 我可以 要超过几年吗 不是要冲动吗 2年吧 你是3年 我刚刚说2年啊 对啊 如果我有超过2年 我就结婚 如果对方想要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为了对方我可以 但我个人不会想 嗯 不一定你到时候我们 找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交往2年 我们可以去办婚礼欸 你说你合婚礼 喔 天啊 那我们就把全 全亚洲的女龙字 全部一起交来 亚洲包含印度欸 那就是很多人啊 很多人喔 超棒 印度婚礼超棒的好不好 天啊 那你要先找到对象 对啊 没有喔 你这样讲我真的让我觉得 整个这次我真的心情好到一个爆炸 我这样想我真的心情真的只能雀跃到不行欸 你说为了那个婚礼吗 对啊 可是我办的地方不太一样吧 你应该想要办什么迪士尼吧 是不是先办再一届女人国比较快啊 我觉得我想要办什么夜店啊 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 我曾经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是要 因为我成长的地方就是东区 所以我想把东区泡沫红茶那条街全部封建 然后就是全部 然后大家是吃 然后上菜全部都是上 流水席吗 嗯 东区流水席 对东区封街流水席 然后全部都是吃 呃 这样的餐店全部都是台 呃 台湾夜市小小吃的料理 其实你去林森北那边好像比较方便 这是国宴啊 对国宴 没有因为我 因为我以前就是从 从国中就是在 一直吃在东区游走 所以那包含了我许多恋爱 以及就是与朋友之间的各种回应 欸我们有下集是不是 我们刚刚是在聊结婚还是离婚 我都忘了 离婚离婚 对我突然有一种 欸可是我觉得针对这一题如果 也有其他的听众他们也是 正在经历这件事情 你觉得 因为Sindy你已经把 你应该算已经度过那个低潮期了吧 那我度过很多啊 反正从 结婚到生小孩到离婚嘛 然后到 现在我觉得 离婚那时候真的会 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蛮低落的 可是 可是我觉得 我现在 现在真的也就回来 所以我 我昨天也在想说 欸其实那个回看 嗯 那成绩那一度 我会觉得哇哦 我都可以经历过那 那么低潮 然后我就会觉得 之后遇到什么都没有问题 而且对于感情 我那时候开始 开始dating 我也跟大家说 你怎么开始打算 对 我一开始就说 我们就casually date 我们不要 我绝对不会再结婚了 这件事情 嗯 可是到后来 就是你遇到 对的人 或者你遇到很契合的人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欸 好像 好像又可以了耶 I must say 就是巨蟹座 我真的我刚讲 巨蟹座真的超爱结婚的 可是女同志灵魂上身 欸 不可以讲巨蟹座 不是巨蟹座 我觉得是女同志就是爱结婚的 我觉得是女同志 就是爱结婚的 对 好 嗯 Cindy 还是很相信爱情的 对 其实我觉得 我一开始真的是不相信 我就觉得 我实在不知道 到底爱情是什么 那可是后来遇到 契合的人 然后 他会 如果有一个人 他很坚定的跟我说 他觉得 你就是对的 他觉得这就是 对的 我觉得可以再相信 对 那我就会觉得 真的吗 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欣赏 真的吗 你离婚有小孩 但是你还是有你自己的社交生活 因为我有认识有一些担心妈妈 他 就是小孩子 他全部剩我所有重金 放在小孩子身上 嗯 他完全不想谈恋爱 不想要认识任何对象 嗯 我觉得这不只女同志 就是 对不是我都是 失婚 对 不是我刚讲就是 对 很多女生都是这样 然后 其实你知道他可能 并不是真的不想 但是他就是 他会feel guilty 嗯 然后觉得我就是 反正我就是全部的经历 我就会放在小孩子身上 嗯 然后我完全不要再去想谈恋爱 甚至去lunch bar喝一杯 我都不要 我非常不认同 我觉得女人 你只要还是 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 拥有 就算你是40岁了 你还是应该出去 你还是应该为了自己 就是你不要被 用小孩当一个借口 去绑住自己 因为你会 我认识很多都这样绑住自己 你会希望自己的小孩长大后 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吗 对不对 你会希望她们 而且这样小朋友压力很大吧 对 小朋友压力会很大 对 你真的是为了小孩吗 不要给小孩压力 没有我觉得有一些妈妈觉得说 因为 因为不管 这不是关你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让你成为了一个单亲的孩子 所以我必须 我要付出我所有赖给你 这样压力太大了 这个有点点像赎罪的感觉 这已经是自己心理问题 而投射放到另外一个 比如孩子他没有这样想 但孩子可能对他来讲 是唯一的剩下 这婚姻最后剩下的产物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 愧疚产物的心态 对啊 但是 对啊 我是觉得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吁 失婚的妇女 其实大家可以 可以欢迎来到女同志圈 因为女同志啊 失婚之后 很多女同志对于你有小孩 是完全不介意的 而且很开心 诶这样我省了那个人工生子的 还可以马上接收小孩 所以大家欢迎来到 那个女同志的族群 你还有希望哦 男生 男人那边没有办法 欢迎来到女同志这边 这其实没有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 诶如果真的说 有小孩 李过婚 我跟男人 李过婚 然后诶 虽然双心妮 这样我觉得很怕 因为我刚好遇过一些这种 二九三十 徘徊在那个区间的双心妮的女生 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还是要私下 跟男人结婚 可是没关系她纯女同 我是不是应该还是 我是男同啊 我是不是还是应该有小孩子 的那一种 那一种纠结地段 对所以那一种的我都是 后来我就尽量少碰 因为我觉得哦 太烦了 嗯 这是个人观点 以上发言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 对 不是你们不能 你们没有 这个就是你们没有经历过 我的经历了 哦对这样没有 这另屁话题了啦 对 对 没有我们就离远远啦 我觉得这一题是 你自己呢 对啊 你觉得应该是说 离婚后的你 因为讲句实在话 你也算是一个 呃怎么讲 大 你是大众人物吗 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 所以你知道吗 你每个东西就像你讲嘛 就是好像所有都 这两个都 这边还有上过CNN欸 嗯 就很像创业一样嘛 嗯 我对我自己的 个人认同价值本来就很高 我对离婚这件事情 的难过点是责任没有做到 就像我说的啊 我开了一间Wonder 然后我开了一间店 然后他没有办法 要被我收掉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 嗯 直男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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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个人 心里面还好欸 因为我对我自我认同价值很高 我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自己是怎样的人 我只是觉得 我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做好 唉 怎么会这样 没有完成它 没有就是 不会极其想要下次再挑战看看嘛 会啊 会对不对 就是 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 对 我哪边Bug 我哪边要修改 就是觉得好像 蛤我 但是我觉得工作跟下感情还是不一样欸 你这就是要放弃 我觉得就是叫我放弃 放弃我 对 我感情就像 就是你知道吗 你突然叫我放弃要解这道题 我就会觉得蛤 真的不解了吗 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 所以你婚姻这个关卡 现在就是to be continued 再说 嗯 你遇到 你遇到再好好的处理它 先 现在就是很 比较轻松的 我觉得慢慢 慢慢 不过你有没有觉得离婚后 对于感情就是什么 你反而是放慢一点了 他没有 我跟你讲 他离婚之后那一段时间 发言人喔 他的发言人 他离婚之后那段时间 紧接着 我觉得人 我都快 我都分不清了 因为我觉得人很 什么啦 就是我觉得人很喜欢 因为我给大家公众形象就是那个样子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喜欢替我发言 就像小安一样 那我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是 好我想我蛮想听一下 我也是想了解深度的了解 了解一下 当那段经验没有 就是当那段离婚之后 那你当然会想要遇到一个跟 前一个人完全不一样的人 那你就会想要 就是试试看不一样的温暖 那我试了 我当然就发现 我也没有办法 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 对 你所谓不一 就是你会 你会想法一个就是跟你结婚 这个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就是身上的特质不太一样 你会想要从另外一个地方 寻求一个温暖的感觉 对 对 就是可能前一个 可能一个比较理性 然后另外一个会比较感性这样 但你试了之后 你要发现没有办法 那我的个性我也很果决 我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不适合就 对 我觉得你对我们怎么要就要不要 就不要这个事情 对我不想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还跟着别人脚后 我觉得这样 说谎太累了 所以我也知道说 那我真的也不适合这段感情 那 当然就是又遇到一些 追求我的人 那我当时心里也就是 心情可能就这样 孵孵沉沉 就觉得有人要试试看 我就觉得 喔好啊 那就来试试看 我也没有抱着很大的希望 我也没有很低落 我就是心情就是这样 喔好啊 试试看 然后试着觉得 喔不行啊 那就下一个 就是这种心情 我知道你也有段时间很这样 对对对 你现在好像比 你现在跑完比较喵喵 你现在频率有变成比较这样 因为我 因为后面我就会觉得 比如说我不要我就真的 要给自己时间 然后慢慢 建立起自己 然后慢慢认识一个人 这样比较好 对 你现在tempo这样 你现在tempo是整个慢下来 然后我 对 嗯 这样蛮好 有没有推荐 针对关系或婚姻的 心理智商师或书籍 我觉得有问 有遇到问题 不管你是个人 或者你在一个婚姻中 或者你离婚后 其实你经历一些 心路历程的时候 我都蛮推荐去智商的 因为从智商中去 蛮去 主要是去理解自己 对不是 智商师都不是在听你讲别人 不是帮你评断别人 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而是你去理解你自己 为什么有这样想法 像有一阵子我觉得 说对方对我讲话 就是很不客气怎么样 那我去跟智商师说 我就希望他不要对我这样子讲 智商师反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坐在那听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时候就是一个 哇 对 对 为什么我要在那听他 对我讲不舒服的话 我可以走啊 我可以不听啊 我可以离开啊 为什么不这样做 可是你怕他又 他又因此跟你吵架 对我怕什么什么 可是我那时候设定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听 我一定要去承受 我一定要去反应 可是他那样子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 突然就是那种 什么五雷轰顶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 欸 我 有这个成语吗 我成语现在就是乱讲的 我发现你刚才讲 你 你最近小孩在学成语 所以我就是 难怪难怪你那么爱用成语 对 反正我是一个好学的好宝宝 嗯 就你突然间 跟着小孩子去学自己 对 反正突然间就觉得说 对 其实到最后问题 都是在于自己 我对于这件事情 怎么样的反应 我对于这个人 怎么样的反应 我对于这段关系 我 什么对我来说 是我要的 什么是我不要的 什么是适合 什么是不适合的 这些都是在于自己 然后 智商可以帮你去 厘清这一些 就是关于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 呃 有很 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智商市 然后大家都可以 其实上网去查 或者跟朋友 询问一下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尝试去看看 那就算是婚姻间有问题 其实也蛮推荐去做一些婚姻智商 那我问你喔 可是 你推荐好 如果两个人还在婚姻中去智商 你会觉得说 要两个人一起智商 还是两个人分开 分开 就是一个一个 智商一个 一个智商一个 通常 通常会第一次他们会一起 智商 然后接着就会分开智商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 再同时一起 对 这样子的方式 嗯 你有没有欣赏哪位妈妈 YouTuber YouTuber 最终吗 我蛮极端的 像那种 我会看一些新手妈妈的 像兔女郎 他们就觉得 哈哈哈哈 他们现在在水深火热之中 对 你看得出来吗 感觉他们还蛮 没有我能够想像 有新baby的 对 没有我觉得他们能 那你觉得两位妈妈呢 两位妈妈 两位太太 哈哈哈 两位 两位太太 嗯 我觉得 目前看起来都蛮开心 我都为他们很开心啦 嗯 对 可是我还是蛮爱看 像什么宅女小红啊 那些就是比较 那种直男他们的 有直男先生的问题 我就会觉得那边幸灾乐祸一点点 对 你有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谁 谁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有在follow那个吗 有没有follow一些 妈妈的 我温厚 没有欸 我身边很少人结婚 喝酒的人蛮多的啊 结婚的人比较少 有小孩的人 有小孩的人 我身边的疫情面有小孩的人都很少 所以你就没有什么follow 完全没有在follow 对 那我follow我是一个追性的概念啦 对 我喜欢follow就是王菲跟洞青童的互动 对 然后我觉得像王菲那么酷的人 他曾经现身在洞青童第一场唱片的签书会 然后 在旁边发生出慈爱的眼神 看着他 就是 他的女儿为他的歌迷签名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画面 然后我也很喜欢看斗青童模仿王菲唱歌 偶尔就是唱歌很像王菲 好啦 如果女生小孩 我会觉得好偏啊 如果女生小孩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喜爱 王菲跟斗青童的IG在这里 如果小爱女生小孩我就会follow你好不好 不准 你现在就跟我开始follow 好 现在就要follow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呃 这个系列里面就是可以更加的 知道你想要的 人生 知道你想要的 心之所向 然后可以去一步一步的想到这个方向去前进 那也再度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加班Emo and Cindy 那记得要 追踪订阅分享 吃吃后花园 然后并且有热的想法都留言到Let's Meeting AJ的小盒子哦 感谢你 我们下集见 拜拜